秦始皇在古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帝,他的一生也是建立了不少的功勋,有着非凡的胆识和才能,秦始皇给后人留下了无数令人惊叹的大工程,像长城这样的宏伟工程,甚至被世界公认的奇迹,虽然前面还有其他六国的功劳,但是他将他们连接起来,成为花下的一条长龙。 秦始皇生前就做了不少的事情,而他在活着的时候,就考虑到了自己死后的事情,大肆动工修建陵墓,却再次留给了后人一个,巨大的遗团和感叹号。 1974年,秦始皇兵马勇开始浮现在人们的眼前,在现代这样的工程都令人难以想象,但是秦始皇做到了,他当时大概是动用了举国上下的工匠吧,最终的成品也是令他满意的。 秦始皇兵虽然瞩目并没有被开绝,但是秦始皇留下的兵马勇,也是让世界一度为之压抑,而在秦始皇兵开发的过程中间,也是有不少故事,也发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东西,在其中发现的最神奇的一把剑。 当时这把剑被一个非常沉重的陶勇,压弯了2000多年,却在陶勇被缓慢移开的那一瞬间,就那样一弹起来,然后变直了,并且这把青铜的剑锋还正两如新。 这个发现,也是令考古学家们像当初发现黎月王沟剑剑时候,一样的兴奋,毕竟这把剑也是证明了我们当初的技术有多么先进。